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遍大城小巷 也因此陷入迷惘 为了再次看清世界本身的模样 我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深入乡间 去探寻 去发现大自然深处的秘密 城市的灯光璀璨 但依旧无法阻挡心情的暗淡 用美食释放心情 这次九龙要去惠离古城 惠离素有小春城的美称 走在惠离古城中 古代的建筑和现代的生活浑然一体 湖美女 九龙的好朋友 她将带领九龙一起去领略惠离的风采 九龙这里就是我们惠离有名的金江书院了 它这里以前是我们泉州的一个最高学府 培养了许多文人知识 金江书院 一座清朝旧有的建筑 漫步其中 朗朗读书声让人抛却城市的喧嚣 当然 对于一个好之客来说 最让我兴奋的还是惠离的美食 你这个季节来 我觉得还要给你推荐一样好吃的 什么东西 惠离十六 是这个季节啊 对啊 惠离是中国十六之乡 无论土壤 气候还是光照 都非常适宜于石榴生长 现在我们就是要去看一下惠离十六的母树 这就是我们被念式的老树 有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这些老树也是惠离十六的起源 为了保存好惠离十六的母本资源 吴书记特意留存了惠离十六的母树 这些母树为惠离十六的培育和选种 付出了汉瓦功劳 我开始以为这个树是很粗壮的 它就是更新过的 你看底下这个树根 它就粗 就是那个要砍掉之后 它又发出来 但是这个发出来的 这个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应该还是有两三十年了 就二十三十年就能做 它基本上就是 二十年到三十年 要更新一层设计树式 对于吴书记来说 刘存十六的母树 不仅仅为了保存好种子资源 更重要的 这些母树 见证了汇里的发展 和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 也珍藏了他年轻时的记忆 探完母树后 我们来到了刘师傅的石榴园 这些果园就是你们家的果园吗 是的 有多少亩 一杯的亩 这个石榴是叫什么品种 绘里青皮石榴 刘师傅种的石榴叫 绘里青皮软子 是绘里土生土长的品种 青皮软子石榴 头感水润清甜 颗粒晶莹剔透 因为石榴子小 其软可以直接食用 棋皮叫当地的其他品种 更显清脆色 所以命名为青皮软子石榴 但是我看这个还是红色的 对啊 拆了袋 拆袋之后就是拆在 用阳光 自然的阳光去上色 对 青皮软子石榴 果味酸 稍较其他品种厚重一点 当地人喜欢吃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吃起来更有石榴的味道 因为刘师傅的种植面积比较大 在丰收时 还要请乡亲们来帮忙 今天 刘师傅正好要采摘 一千公斤石榴 交给下午来收石榴的商家 趁这个机会 九龙也想亲自去感受一下 采摘石榴的过程 教你一下吧 这个果它就这个样子了吧 然后它出来 然后你剪的时候 一起擦到这里 踢到这个石榴 然后采下来了 对吧 你比如说像这个 你不会掐的时候 你从这里夹下来了 这就不对了 知道吧 这就不对了 摘完石榴的农民 坐在地头 聊着家常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他们从心底 满意出来的欣喜 随着一车车石榴的远去 我们相信刘师傅内心 满是骄傲 因为自己的辛劳 有了归宿 在会里 有很多年轻的石榴 种植者 跟刘师傅不同的是 他们有着更前瞻的市场观念 今天上午朋友介绍 就说来拜访一下你 然后看一下你们的果园 欢迎欢迎 现在是种植的是什么呢 品种呢 现在是种的一个新品种 叫惠丽红皮软子石榴 小杨就是一个将石榴 推向更广阔市场的 年轻的种植者 怎么样 非常鲜 这样嚼下去的时候 感觉到没有核子一样 对入口即化的感觉 对 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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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